好,小朋友,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要请你呢,上传这个作业 因为我们现在停课呢,又延长了 那怕呢,小朋友呢,你们写了这么多功课呢 老师都没有帮你们看,帮你们做批改 所以呢,现在要请你们呢,还是呢,把你们的作业呢,拍照上传上来 那老师会再一一帮你们批改做回答 那如果没有把习坐带回家的小朋友呢 那你可以先,比如说写在纸上 等到回学校来,再把它腾过去 再把它腾过去 好,那现在请看哦 我们这个作业上传跟签到的这个页面 就是跟我们之前的签到页面是同样的 现在老师把它合并在一起 好,那请注意是这里 习坐、练习部、小考部 小考部要含家长签名 每左右两页一起拍照成一个图片档 左右两面一起拍照变成一个图片档 你不要一页拍一个图片,那这样太多了 好,那如果呢 我们接下来会做小口试 那你的录音档,就是你可以用手机啊 好,录音 你的音量要够大,要够清楚 好,也是一个档案 好,一个档案就好 所以呢,如果万一你在录音的时候 你觉得想暂停 那你就按一下手机暂停啊 好,你不要又按停止 那这样又再建立一个档 也是一样,档案太多了 好,那呢 你在上传这些作业图片档 跟录音档之前 你自己要先检查好 你拍的照要先看好 拍的清不清楚 模糊的话重拍嘛 然后那录音你自己听 清不清楚 那不清楚你就重录啊 你不要都没有检查 就直接传上来 那这样老师看得不清不楚 怎么打分数呢,对不对 所以这些注意事项呢 请小朋友要注意哦 好,那这个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也是一样 好,呃,先且座号 好,填座号 填这个 一号,二号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要给我填 那个学号四个数字的 不用 一个数字或两个数字就好 我就填 一号就填一 对不对 12号就填12 就这样 好,那姓名 这没问题 好,那接下来就是上传 你看哦 你就按下去 它这边会有一个按钮 可以让你按下去 就是新增 那老师都已经帮你们分好了 你看哦 这个是上传习座的57页 也就是我们第一次的作业 5月24号的座 5月24日的作业 请你补拍照上传 然后再来习座的21到22页 就这样子 好,那这边是上传练习部 好,那这边是上传小考部 好,就这样 好,那后面就是我们的签到 针对这次的课程 给老师一点小小的回馈 好,然后呢 想对我说什么话 都可以写哦 好,那记得到最后呢 有一个紫色的按钮 按提交 你再按提交 好,那这边是上传练习部 好,那这边是上传练习部 好,那这边是上传练习部